一本本书记录了慈悸人做过的事 走过的路 这些由慈悸志工撰写出版的作品 留下了人间佛教在台湾实践的事证 成立于2003年的人文真善美志工 在慈悸团体负责记录 曾有彼庚志工 影视志工等名称 顾名思义是以文字 影像 声音 甚至于画作等多种媒介为慈悸流史 其中最早成立的慈讯笔更对 是在何种情况下催生的 在文化志业中曾经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人文志业中心的前身 文化志业中心这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文化志业中心 成立的时候 我看到陈慧健先生 他是当时我们道理的总编辑 这个王慧平师姐 是当时的编辑 还有你了 看到这些年轻的职工们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同仁吗 是的 那他们都是编辑吗 他们的工作内容 只有王慧平师姐是专任的编辑跟文字工作 其他的有的就是担任还有其他的工作 发行啊 还有谈试会的一些事物性工作 各位都知道庞大的后面的工作像教队啊 那是要一教二教三教啊 要很严谨的去处理这些文字工作 所以说当然就需要很多的后勤单位 团队来支援这样子 当然第一个就是对外招募工作同仁团队 尤其是重点是文字工作者 美编等等这些专业的人员嘛 这个是首要的任务 当时有个管理委员会嘛 我们就承报了一个计划 我就说我们是不是从我们庞大的 委员的队伍里面 志工队伍里面 来找寻那个文字的报导的提供者 工作者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 那就把它取个名字叫做笔跟对 就用笔来跟做 来报导这些刺激的各方面的事迹 也解决我们稿件供应的问题 另外我个人也认为说 最有生命力的文章 最有最值得有的报导 应当是亲身经历者 第一手资料是最真实的 每天给视频的词 的每个人太长了 能够看这些辑别人的 和我最值得一个人再紧 能够看吧